作为内鱼出了名的有钱哥哥 肖战的大方那是出了名的 从刚刚出道加入X少年团开始 肖战就因为是团队中年纪最大的经常请客 后来无论是在哪个剧组拍戏 同组演员与群演们经常能够喝到肖战请客的饮料 那时候的肖战刚刚来到娱乐圈 在接续不多的情况下都在充当这个请客者的角色 更何况如今已经在娱乐圈成为顶流的肖战呢 陈情令剧组中同组演员经常对肖战请客吃饭 群演们经常能够收到肖战请客喝的饮料 熟闷之闷演出之时肖战经常性的同味咖啡 蛋糕 椰饼 柠檬茶 奶茶 如今到了肖阳帮我剧组 那肖战可是同位剧组工作人员到粉丝们都恨不得加入剧组啦 去年九月份娇阳帮我正式开机 直到现在剧组人员一起经历了国庆 圣诞 跨年 新年 还有平常无事时肖战也会请客剧组 于是我们看到了除了奶茶之类现做的饮料外 肖战还送出了新养道 伊达等自己有代言的产品 蚂蚁香香一袋袋的摆在桌子上 还正有点工资拿年货的感觉呢 如今到了小年夜 虽然南北方的时间不同 但肖战很明显是按照南方的节日来的 为了请客小年 肖战给剧组工作人员送上了自己代言的溜溜眉 还是红色款也是十分符合过年喜庆的意味了 将溜溜眉的筒堆成了个小身 还是格外显眼的 很明显 当看到肖战又一次请客的时候 不少粉丝都表示自己已经溜溜眉了 谁让肖战如此大方 在剧组请客一次又一次 而自己却只能自己买 还总不发货 合理怀疑溜溜眉都被肖战买去剧组了 从新养道道伊达再到溜溜眉 肖战那是轮流把自己的代言拿出来请客啊 若是焦阳帮我拍摄时间在场一些 恐怕下一次出现的就是德服 开小灶 欧扎克和于田穿咖啡了 从去年9月份到如今1月份 肖战在焦阳帮我剧组已经有超过三个月的时间了 虽然他经常新的请客 但大家都知道 一这一部剧正常的拍戏流程 想必肖战顺扬的杀金也不远了 他与剧组人员的相距也没多久了 即使中途因为口罩原因暂停拍摄过 即使肖战有几天的时间去准备如闷之梦了 即使肖战在焦阳帮我中是绝对的男主角 可一部剧也不都是由主演撑起来的 肖战的戏份虽多却不可能都是他 等到盛阳的戏份完结 就是肖战与剧组分别的时候了 肖战的大风在成年人中是很有必要的 虽然他与剧组演员们都是短暂合作 但是身处内衣有一个好口碑还是很重要的 当年的数字事件中 肖战在那种情况下都没有任何人出来倒游 无论是他曾经的同学还是他合作过的演员 秦眼 在为人处事方面肖战绝对是很到位的 焦阳帮我何时杀青不知道 已经与剧做过小年的肖战 恐怕也要与他们一起过春节了吧 肖战